好另外來看鄉土劇夜市人生 這回槓上了台北市議會的女議員了 因為劇情中的女議員 方恰恰丁沛起包工程 炒地皮沒事而且還很潑辣 全都是一些負面橋段 結果現在要正牌議員 在做選民服務的時候 竟然常常被虧說 是不是女議員都這麼壞啊 現在議員們只好拜託製作單位 高台貴手不要狗血灑過頭 媽媽是副議長 我說話告訴我發疑 我說是最完畢就是最完畢啦 我丁沛起有興奮有地位 我沒有請你理會 鄉土劇夜市人生 壞事做盡的女議員 從方恰恰傳承到丁沛起 誇張行徑讓觀眾傻眼 還拖累了現實生活中的女議員 主持人都會公開的虧說 啊 我們來介紹最近很紅的 連續劇裡面都有演的 這個女議員原來是這樣幹的 我們來歡迎吳思瑤 然後我就覺得啊 臉上三條線 就是這樣呈現房子真的有很多部分都是刻意去扭曲民意代表的職責 地方上反而會比較常聽到的是說 覺得女孩子從這可能比較會乾淨啊 鄉土劇裡頭的女議員包工成潮地皮魚肉鄉民樣樣來 私生活也亂七八糟 讓議員真的要抗議根本就是醜化啦 太嚴重太誇張了啦 這樣會教壞小朋友 我覺得劇情有點離譜了啦 因為看快要澳氣突然 你啊 人呢 我得破裂的事業線 和你遇水則罷 鄉土劇強化民意代表負面印象 有多少真實民眾心中自由感受 但女議員們真的要喊冤 不是每個明代都這麼壞心啦 今天是黃葉宜最后報道